现在呢 现在做母亲 要像文王这样爱护他的儿子 好好的来陪他 一千天不接触 邪悟 长大之后 跟别的小孩玩 一上学一踏进社会了 社会是个大燃钢 马上就燃烏了 你的心血 就被复复出了 这时候怎么办 在这个时候 就是应光大师讲的了 应骨教育当家 人真正相信应骨教育 他有能力辨别善悟 有能力辨别是非 三四岁小孩就有这个能力 他敢不敢 就燃着个我习气不敢 为什么呢 将来有我保 那么今天这个世界 教育能救国家 什么教育最有力 人力度最大 就应骨教育 收集 现前 现世的应骨 不要讲过去 过去人家不相信 说人家写小说 写的未必是真的 现前的应骨报应 报纸上刊登的 电视上面报道的 办案人员 亲身所见的 这非常有恃复复 这个要 多加宣扬 这是旧事之道 如何挽救世道人心 要从这儿下手 善有善因 我有我保 明白因果报应 他不敢求我念 为什么 危惧 三恶道的 古宝 我念都不敢起 怎么敢做 我死 这个社会 自然就恢复 和谐了 恢复 安定了 所以 因果教育 比什么都重要